然后我们先去画山坡 我们把山坡的位置给找着 先找一下山坡的位置 另外你先看一下它这个形 用这个手稍微比划一下 然后看看在这个树的什么位置 这样去画 并且不要一下子拉下来 一段一段拉下来 你比如我先从这个树点 先从树点画 先从树点画 看这树的位置到那 在上面 我们可以先拉下来一部分 侧峰 蛋墨不要太重墨 就是你刚才画那个什么呀 画这个 画树的时候 用了那些墨 用完了正好用到笔 正好浅了 我们就接着就去画什么 画这个山坡 给它接上气 给它接上气 我们就要一点点往上走 不是一下子拉下来 不是一下子拉下来 一下子拉下来太光滑了 太光滑了 所以说我们要寻寻渐进 你看它这个坡 大家注意这坡 不是那么 不要抖 不要拐弯拐得太明显 它都是慢慢下来了 慢慢下来了 画完这以后呢 我们就接着把它这个 下面这个位置给它画一下 还是挨这个树这个点 开始 谢谢 就是用你的鼻里面的干笔 鼻里面的干笔 再去给它 山坡 就是山坡 它这都是土山 一看都是土山 鼻里面快没有墨了 转着鼻 没有墨你就转一下鼻 它还会用 还能用 所以这个线条呢 我们大家画的时候呢 不要那么直 你看 它不要那么直 去去管管的就可以 松松的 松松的 你看 把它的山坡给画出来 我现在鼻里面墨的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还 我还得需要再去做的功课 把它这个 更浅的 这个山坡这点 每一笔 不要连接的太紧致 这儿还有 我现在干嘛呢 我现在开始 测风 你看你村还可以村 虽然没有墨了 大家不知道至于到吗 你看 虽然没有墨 我说还可以村 测风 侧风 村一下 把你的坡 给它村一村 我们这个坡 不是一下子 都能给它画的 可到位 所以我们把这个坡度 给它 正好趁这个笔 这个速度快点 轻一点 要轻的 非常轻 放了纸上就赶紧走 这可不是勾线 所以说我们不能那么重 再轻一点 再轻一点 哎呦 确定没有了 你就把你的墨 尽可能的 给它用到这上面 就行了 没有了 啊 彻底没有了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 老师们这样啊 把作业呢 给它 把叶子画上去 啊